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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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满怀激情地告诉德国民众 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任何困难都不能让我们低头 招牌的动作 刚毅的表情 通满号召力的呼喊声 让希特勒很快征服了德国民众 凡有希特勒出现的机会 必定掌声雷动 人潮如多 现场欢呼声不断 在希特勒的影响下 德国人信心大增 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自救活动 二 兴建了一大批工程项目 二 修建高速路 已公带着希特勒上台后 提出了6900公里的高速公路修建计划 当时 国民奥运会举行在即 德国还兴建了一批大型体育场馆 如此一来 不但可以减缓失业 还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 大量工程的开工 无形中又拉动了其他行业的生产 进一步促进就业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良性循环 三 洗劫犹太商人最初的反犹太法案 从1935年9月就开始实施了 纳粹政权规定 犹太人必须进行财产登记 没多久 德国境内就开始了驱逐犹太人 没收犹太人财产的行动 大约有60至80亿马克的资产被抢走 充实德国经济实力 四 拒绝一战赔款一战时期德国战败 根据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合约 德国政府需要赔付2690亿金马克 42年内赔偿完毕 这笔钱相当于那个时期的320亿美元 但是德国刚偿还了两年 经济上就吃不消了 从1919年到1932年 德国先后雷锦库腰带 一共360亿马克 等到希特勒上台后 明确表示拒绝还债 此举不但提振了德国民众的士气 也减轻了德国的精 挤压力 可以把本应偿还的钱财 用到其他建设中去 经过三年的埋头苦干 到了1936年柏林夏季奥运会 德国不但扭转了崩溃的经济形势 还取得了100%的经济增长奇迹 失业人口从最初的700万降到了200万 到1939年二战 即将全面爆发时 德国已几乎没有失业人口 在生活水平方面 几年前还在为下一顿的面包而发愁了德国人 每年不但有几十天的假期 还可以开着家庭轿车去海边度假旅游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让德国人怎能不崇拜 支持希特勒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